HELLO 大家好,我是Helie 上星期做了某一部分的Colourpop Reveal和Haul 我們繼續,不要讓它停了 現在就開始吧 然後腌脂方面,我買了三個 先說了這一盒 這個也是蜜桃系列 叫做Fresh and Peachy 裡面這個系列全部都有鏡子 而且它的胭脂是真的蜜桃感比較重 你會看到其實塗出來是有一種淡淡的氣色 如果你說學生或者比較春夏天的話 這個顏色是非常適合的 我覺得Colourpop這些粉狀胭脂的持久力就有一點低 它大約可以持妝三至四個小時左右 但是如果你說要保持一天,它們都不行 相比之下我就比較喜歡它們這一類型的Super Shop Cheek 你看到它們的包裝是跟剛才這一盒 是同時間推出同一個系列 所以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適合今年秋冬去用的顏色 這一邊就是這個顏色 顏色號就叫做Over Dramatic 也是我今天臉所用的顏色 然後旁邊這一款你會看到偏藍瓜泥色的話 就會是這個 名字叫做Underclassmen 它們的質地你可以看到 絕對不是粉狀的 塗下去有點像泥膠的質地 非常滑 非常好去推勻 一摸下去完全不會有色快感 因為它的質地完全沒有那種粉狀感 所以就好像皮膚裡面本身透出來的顏色 它可以維持到大約五、六個小時以上 然後就到上次我又跟大家說 Colourpop有一個highlighter 它不是新出的 它是一個很常態的顏色 但是一直都很有名 我終於入手了 就會是這個Flexitarian 看上去是一個淡金色 一樣是超級無敵滑 它也是叫Super Shock Cheat 同樣的質地 但是它是再濕潤一點、再滑一點 你看到超白 你塗出來 看到嗎? 真的可以閃出宇宙 就算分開它 它的光澤真的超強 而且我近鏡給大家看 它是絕對絕對不會顯毛孔的 超級無敵細滑的一種 然後就到這一盒 就是我上次Get Ready With Me 都有用過的Strawberrys and Cream 它裡面會有兩支 一支是胭脂、一支是highlighter 之前也試過給大家看 上面的效果我就不多說了 我自己其實對比起剛才的質地 我就沒有那麼喜歡這兩支 因為它是比較柔潤 但是它也是很閃 不會太推薦 大家一定要入手 但如果你本身喜歡這類型的顏色 我覺得也可以的 因為價錢也不算太貴 好 之後就到唇妝的產品了 總共有八支 有六支是唇膏納膚 然後兩支是lip gloss 我就先說這個納膚 它這類型的納筆唇膏可以單支購買 也可以這樣設妝 設妝就好像便宜一、兩美金 首先就是這個車尼紙系列 你看那支筆身就大概猜到的顏色是怎樣的 試色給大家看 你看到非常之好滑 非常之Smooth 它們通常都會是一心一淺的配搭 我現在就畫一個淺色的上去 它這些淺色 是不太遮到我唇邊的深色的 大家經常都說我嘴唇好像有一個黑框 其實是因為身體不好 大家千萬不要有這類型的 你知道嗎 你看到是很容易畫的 完全不需要用鏡子 我看著鏡頭已經可以畫到很均勻 它是有潤窄的感覺 完全不需要用任何打底 沒有用任何潤唇膏的 很適合現在的妝 它是八搭的 無論你掃眼也好 或者你塗了一些淡妝、濃妝也好 都是非常適合的 它聞上去是有一種糖果果汁糖 果汁軟糖的味道 是假的 如果你很關心這些不喜歡這些假的糖味 你就要留意 但我自己就覺得還好 因為你塗完之後就不會吃到不會聞到的 舌頭也不會甜的 然後我再搭同一個系列的深色上去 你塗了之後 顏色其實很明顯看到是紅潤了很多 沒有那種素顏都可以塗到的感覺 很明顯是唇妝 但顏色也是絕對每個人都可以拿到的 很漂亮的顏色 但它這種潤的感覺絕對是假潤 它是停留在表面 不是真正滋潤你的嘴唇 而且這一種的質地 它是持久力也挺低的 基本上你喝完水吃塊餅都要補妝的 但它補妝也是很方便的 不需要用鏡子 用感覺已經可以畫得很漂亮 你看到我這樣一抹就沒有了 超級容易射 接著我們就用這個蜜桃系列 你會看到它的顏色比起剛才沒有那麼紅潤 真的有一個peachy色和裸色的感覺 遮蓋唇色的能力 這一套就比較低了 你看到它的顏色是真的很淺的蜜桃色 不是那些很深或者很鮮的蜜桃色 其實相對之下 這一套的顏色就有一點點蝦人用 因為我本身是比較健康膚色的 它用這隻顏色 其實它有一種令到唇唇很豐厚 但是它蓋不到我旁邊的黑框 好 現在我先試一下 塗上這個肚色 但應該也夠不了很多 這樣塗上去之後 你會覺得顏色是比較深一點 但就不是很大的分別 我現在試完手上試色 淺色這個你會看到是粉膚色 再加一點蜜桃的效果 然後深色這個 就是這樣的顏色 是一個裸粉色 然後就到這個椰子組合 它是我用的次數最多的兩支 因為我很喜歡這一類型 偏裸色和比較偏啡紅色的唇妝 特別是這些秋天的季節 實在太適合了 你看到第一支顏色 其實它是很淺色的 它是有一點想做一個奶茶色的效果 現在真的很流行這一類型的顏色 然後深色那支 我經常都會用到的一個土啡色 它沒有去到磚紅色的 但是一個深的奶茶 鴛鴦色的感覺 我現在就用上嘴巴 其實它這個顏色 絕對是我的完美的打底色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和我本身的膚色很配 你反而塗了它之後 黑框是可以好像遮瑕膏一樣滑走它 然後你可以把邊緣模糊了 有那種效果出來 是非常自然的一個裸色唇膏 所以我經常都用 如果想多加一點的話 我就會用這個深色 我已經用到要扭出來 我想而知我挺想用 是那種奶蓋烏龍茶的顏色 超級美 它是很有氣質 然後塗出來 還有這一類型的垃圾唇膏 是沒有那麼容易黏牙的 所以這一套 我覺得如果三套來說 我最推介大家去買就是這一套 最後這兩支就是最近的系列推出的 看過盒子就知道了 就是兩支的lip gloss 我買這兩隻顏色是很配這兩個胭脂的 先做一個手布試色 這個顏色的顏色就叫做RV Done 很漂亮 你看到超級飽 然後它塗出來 顏色是亮面的 它不會用流灘的 很透亮的 真的色彩很飽 而且還原度顯色度也很高 但我真的超討厭它的刷頭 你看到我買了不久 其實我買回來一開 它已經是開了叉的 而且是很硬的 它不是那些很軟 它是很刺的 然後塗上去 這個是比較淺色的 你看到它塗上去 不容易的 它會塗到邊邊 凸起了 有些位置很多 有些位置又很少 那就一定要用手指 去慢慢弄開它 你看到塗出來的顏色 還原度 基本上是100% 但它是有點黏的感覺 但不會很黏的 而且做到玻璃唇的效果 這種唇膏 一樣都不要去追求持久力 通常你喝完水吃塊餅 一樣是沒有了 好 那我又試完這一支 它的顏色是超級深的啡色 這個顏色不是我們日常 會隨便拿一支唇膏擺袋 塗上去的顏色 一開始塗的時候 說真的要有一點適應期 因為它始終是比較偏啡橙色 但如果你配合眼妝 頭髮 服飾都很適合的話 這個顏色是很復古 很秋天的一個顏色 好了 我終於分享完 我這個夏末初秋買的Colourpop Collection 這個品牌真的 性價比超高 而且它不是很難買到免運費 只要買到50美金 即是400也不用 就已經可以免運來香港 不過它的時間 寄的速度有點慢 起碼都兩至三個星期才會收到 而且包裝 你追蹤一下 突然間就好像消失了 它不會再更新 就要等郵差叔叔 它不是打電話叫你拿 它是郵差送上門 所以這個就有少少要留意的地方 如果大家都想買有興趣的話 我樓下都會有一個白節code 絕對不是我和Colourpop合作 我也很想 因為其實你自己買完 你都會有專屬自己的白節code 去分享給朋友 然後朋友如果買了 它有白節之餘 你下次都好像有一個白節 它會寄回一個code給你去email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康家review分享 如果你們喜歡這次的影片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Upload兩條新片 加逢星期六下午三點和星期日 十二點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Bye Bye